为了缓解故宫博物院中轴线的由来压力 在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 故宫博物院西部大通道将首次对外开放 年内故宫将开通西河岩文物修复室 直通皇家兵库的西侧通路 从舰艇通往文华展的东侧通道三条通道 预计到今年底 故宫开放面积将达到76% 为了缓解故宫博物院中轴线的游览压力 在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 故宫博物院西部大通道将首次对外开放 年内故宫将开通西河岩文物修复室 直通皇家兵库的西侧通路 从舰艇通往文华展的东侧通路三条通道 预计到今年底 故宫开放面积将达到76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